我是時代力量 高雄老部副執行長林子盟醫師 也是左營甘子區域市議員的名參選人 今天是高雄的228青年日 但是大家要知道 228事件並不是一天而已 隨後在3月7號的時候 蒙起等人率領軍隊到高雄青鄉 就如同陳永昕醫師說的 228台灣人集體的精神創傷 我們今天在這邊 除了追思這些離開的台灣人 我們更要落實轉型正義 真正的正義並不是在懷念 而是在現實的落實 那如同像高雄的事件 大家要知道 其實228造成的並不是單一的歷史狀況 而是隨後在台灣各行各業裡面 造成的威權自從主義 高一的狀況是怎樣呢 在70年前 洪風七經營大菩薩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紀錄 是洪風七在決定要釋放人 或者是把這個人關押起來的時候 都一定會詢問 當時在高雄地區的士生 陳其川 到底過程是這樣 我們已經不知道了 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在228事件之後 陳其川家族 在高雄地區的政治和商業地位 扶搖之上 到了現在 他們之間到底是做了什麼樣對話 依然是一個謎團 我們需要把這段真相還原 在課堂各業裡面也都一樣 我們希望今年228 71週年 到我們年72週年73週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可以知道更多當時的原因 並且在未來防止這些悲劇再度發生 謝謝大家 也希望徹底轉型正義就對了 謝謝 謝謝